第二次 想要在中国动漫音乐的方面 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开拓者 上过日本的几万人的大舞台 《抛女》的舞台 是我希望可以更多的人看到 尤其我都要支援精神 我要支援文化 每个人的心目中 都是有一个二次元世界的 关系好好 笑玩笑的 当我们的情绪 可能有时候难以控制的时候 去构建一个世界 也会把别人拉进去 所谓疗伤的方式吧 我是在B站遇到了天花板 很急切地要寻求突破口 那这个时候《抄女》来到了我的面前 我觉得应该算是 天赐良机 我是《抄女》的粉丝 因为《抄女》 《抄女》 《抄女》特意来现场 听一听她的歌声 《抄女》 《抄女》很吸引我 我说一说我支持她 川珠拉哥走 陪你一起走 《抄女》加油 那我自己的粉丝宝宝呢 其实可能都是因为我 然后会去学习 具有《抄女》特色的一种 演员方式 真的真的非常的感动 现在舞台上 就是要对我自己负责 其次我要对粉丝和观众 还有在场的评委负责 他们最负责的事情 就是做我自己 《抄女》就是为了